张敬軒自去年11月演唱会之后 已经超过半年没有出席公开活动和粉丝见面 这日他在中环出席品牌活动 吸引了近300位粉丝到场支持 接下来就是轻仔入行20周年 他都打算安排一些庆祝活动 回馈歌迷多年来的热情支持 轻仔更计划在广州和香港设立歌迷活动中心 广州因疫情影响所以仍然密释会址当中 香港就先走一步 会址正在装修中 面积若二千多尺 预计十月可以启用 广州始终是我的家乡 亦都是大本营 香港亦都是第二个家 我很多歌迷都在这里 所以见他们有时做一些应援 现在有些另外的字应援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应援 做一些粉丝的牌 灯牌 他们都要另外出去工厂大厦 或者其他找地方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像粉丝的活动中心 所以我自己密释了一个地方 就建了一个活动中心 给他们有时可以在那里做一些手作仔 或者我们将来会发起一些以歌迷会的异賣 大家可能可以将一些物资集中捐到那里 或者大家有时世界各地有些不同的歌迷 现在疫情当中见不到面 如果真的有些信件有些信件有些东西想寄给我 我都可以寄到那里 最近轻仔和黎明合作新歌 点击率超过200万 但成绩非常理想 轻仔说很荣幸能够和这位天皇级前辈合作 我都很开心很感恩 这次黎先生会找我合唱这首歌 他很友善 他对我和我的团队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都没有想过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 会有机会和他合唱 我都觉得很开心 还有他画的那幅画很有趣 我都会画一幅上网上网 轻仔日前在社交平台表示 自己在进行168段吃法 原因又是关于遮遮早餐事 16个小时不吃东西 然后那8个小时就适度进食 都不是想吃什么 其实最主要是迟一轮遮遮早餐 因为我这么大 我没试过连续这么长时间吃面包 每一天都有面包餐 我以为淀粉汁都没什么肥肥 但原来我是有滋味的敏感 我都是幸好姐姐为我吃这么多 我才知道 所以现在就开始了一些新的 所谓饮食的养生的方法 是有些收效的 我自己都觉得 轻仔又提到最近搬屋 原因是他想将原本租用的文物级物业 开放给独建筑系的学生参观 现在倩仔和工人姐姐 去了一个较小的地方住了 那种 iter迹的 到他相念的 但是桥底之关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